各位觀眾 今天說 《流落地球的外星人》 當年我在Facebook 看到一個 擁有一個網站的女孩子 Facebook 的字術就是這樣的 我是不會跟普普通通的人來往的 如果你是誰是外星人、未來人、異能人 就走來找我 然後我看到他這樣寫 然後我又寫 我是《流落地球的外星人》 然後 就 開始錄這個《拆解王》 想當年 第三集這麼早的時候 找了阿逸和碧琦 錄了一個深藍兒童 現在又再翻兜這件事 我也在這裡 我就是變成《拆解王》的第二多出現的人 是嗎? 知道第一是誰嗎? 你 這樣也算開頭 沒錯 現在沒有話要說 那你還有些前設 是的 然後剛才那句 過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是《梁公春日的憂鬱》 第一集 第一版裡面的對白 然後我開完《拆解王》之後 就真的那些外星人 未來人 異例人 就已經過我 黏在我周圍了 即是你以前是 沒有什麼遇過這些人 以前真的很少 有都不知道 即是可能在你旁邊有一個 是啊 對啊 你錄了《拆解王》之後 沒想到 喂 如果有遇之夢 沒錯就是這樣 這樣呢 我現在不覺不覺的 就是有一陣子 有一個人說 喂 我屈到匙羹喔 這樣 接著 就在Facebook那裏貼 接著另一個 喂 我都屈到了 接著 接著 蛤 屈匙羹三夠水 接著有另一個朋友說 不是喔 你在不知道哪一天 這樣走來 大減價一百二十五元 屈匙羹 即是什麼 上課 是啊 上完課你就有超能力 這樣一百二十五元 是 即是買超能力 即是超能力原來一百二十五元 還要特價 是啊 那接著呢 就去了UFO Club那裏 講一些人很著弱地 在那裏講UFO 那怎知道 無緣無緣無故 那些人就說 咦 我又見到UFO 等一下 你是參加了這個 一百二十五元的 接著認識了那些人 我沒有 我是後來又去了UFO Club 喔 這樣 這個 對 不知道什麼外星人 什麼最 lower 對 然後那些人就會很興奮地研究一下 這個ちょっとnov來 Diesel 喔 這樣 구나 誰知我後來又認識到一些人說 我拍了這張就對了 我那天去旅行又見到 後來有一個人就說 我小時候見到老年這麼大的UFO 在對面座大廈 誰知在派對的時候 還撞到一個人說 我想我小時候見到的就是你小時候見到那個 即是兩個人同時間見到同一隻UFO 是的 這樣也撞得回 後來我就去做SRT Spiritual Response Therapy 然後整整一下又說 喂 我也學SRT 然後這個又說 SRT 我知道 現在有八題都學SRT 然後七個告訴我 有海嘯夢 六個屈匙羹 五個見到UFO 四個說自己是外星人 三個和我Channel0 兩個是用肉眼見到Aura 一個是見到平衡宇宙 嘩 其實具體來說 SRT有沒有一個很細族的定義呢 SRT 一會兒說 OK OK 好了 現在呢 為什麼要開這集呢 就是 終於被我見到一個非常之勁抽的這個外星人 不是 他是人來的 這個 朵叫什麼 不是我已經幫你開了 哈哈 是 我叫他做荷莉花的 是 大家好 是啊 荷莉花 挺好的 那就是我慫恿他做SRT 你說說說 其實 為什麼我要做SRT呢 因為從小我就覺得自己在夢境和出題 見過另外一個境界的事情 但是因為本身我自己是一個天主教徒來的 也是在教會學校讀書 初初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和我在學校所學的東西完全是違反了 那變成我對聖經是會有些質疑 那因為在我的夢境裡見到太多太多的東西了 那我開始懷疑自己 會不會在這個世界中是有特別的使命呢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忘星 我覺得 為什麼我覺得好像和這個世界很格格不入 那開始就懷疑自己了 會不會不是這個地球人呢 那其實這件事是我從小都想去找出這個答案的 那直至到我大過夜不斷去遇到不同的 例如有預知的夢境 也都見到另外一個境界的事物 也都試過接觸不同的靈界居民 那我就開始想找一下 究竟自己是哪一個呢 那正好 Isaac又介紹我去試一下 不如你試一下做SRT 可不可以找到自己是哪一個 因為基本上我都很想自己知道我是誰 但做了之後 我真的可以對應我所有的夢境 原來我本身的靈魂本體 不是來自地球的 是來自第五次元 即是我 即不是來自地球 這件事是很普通的 是的 但是最特別的地方是 他說你只是在地球做第二世人 是的 即是很新的 是的 新來的 地球很新 我本身是來自七姊妹星 七姊妹星 我也有二萬六千多世 是做七姊妹星人 另外天狼星也做了一萬七千多世 其餘是來自不同的星系 其實我只是來地球去幫助人類 我上一世本身是一個lightworker 在中東那邊出生 負責做一些通靈和超渡工作 為何會對我這麼大影響呢 因為我在夢境就是在做這件事 即是你夢見你上一世去做過的一些 不是的 而是把上一世的能力帶到今世 只不過是一個無意識境界 很多世都在做超渡 是的 因為我去到二十五萬多世 這是我的靈魂紀錄 即是做了二十五萬多世的人 是不是人呢 即是有肉體的生物 有肉體和沒有肉體都試過 那些都算一世一世的嗎 那些是不算的 其他人就不知道 但是我暫時會檢查到 是來自這兩個不同的星系 即是呢 SRT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在一年前告訴我 我也可能不相信 是 你信不信呢 你也可能不相信 是 那你有什麼具體說的那件事是什麼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那件事是什麼 我一會兒再說 好 好 說說說不夠話說 哈哈 說說昨天下午 就吃了飯 吃了飯 飯不是重點 湯才是重點 哈哈 這樣 這樣就是因為 因為今年什麼東西都聽過了 已經沒有什麼可以令到我覺得驚奇 好像韋斯里一樣 是 以前這個 其實我不是看很多韋斯 你看了多少一本 我看完 差不多 因為我以前是 其實那時候是 學校 每間學校都有韋斯里 基本上有一套 是啊 那時候就是因為圖書館 沒有什麼特別的書可以看 那時候又 我喜歡看小說 跟這些同學一起 大家一起看 那時候高峰期 是很快可以刨完一本 就是你看開有條癮的 這些東西是 是啊 那些一天一本 是啊 那 剛才跟Isaac說過 就說 Isaac的時代 韋斯里已經是 已經覺得是 很夠 很夠 但是其實 其實我覺得 其實這本書 或者這一套作品 其實我覺得 不是一個 超過的作品 就算那時候看 都是有些 都是有些 有些啟發的 就是 對很多人來說 那本書是一個啟蒙 就是 會讓人多些認識到 關於這一方面的事情 其實 韋斯里 這個是沒有關係 是嗎 不是 跟今天沒有關係 只不過 我經常都想起 韋斯里經常說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已經沒有什麼 會令到我覺得驚奇 誰知道今天 你就有一種感覺 以前你明白的 是啊 今天又再一次令到驚奇 然後又順便說一下 魏康這個人 他試過有一次在電視上 在說 怎樣可以寫快些 因為寫書是靠你逐個字計 然後黃占說 你知道怎樣去練習寫快些嗎 就是 就是把原子筆剝鬼了 我只拿了一支意願心 怎樣寫啊 這樣就可以很快了 一個小時寫三千多字 哈哈 這樣才是這個 OK 然後韋斯里說 嘩我已經快到 我已經快到 一天已經寫了整本小說 試過有一次 寫完之後 整個稿 被風吹了 吹了之後 那怎麼辦呢 又要交稿了 我唯有重新寫過一次 哈哈哈 然後又交稿 所以他經常都在寫那天 不知道自己寫什麼 是 那他就自稱說 難道這些就是 spontaneous writing 哈哈 不是啊 韋斯里也有 阿爾康也有說過 他寫韋斯里這套小說的時候 都有些 好像不是他自己寫的感覺 是啊 是啊 但其實我以前是寫過 幾本小說 不是 幾篇小說 都是沒有出版過的 是 寫著的時候 都是有這種感覺 就是又是 很快寫完 自動 自動寫的 嗯 但其實應該是正常的 OK 甚至是寫劇本都可以自動的 嗯 是一個正常反應來的 就是大作家就會用 有一種這樣的能力 哈哈 但是寫的那些 好像 這個 與神對話的道理書 沒有理由可以自動到 嗯 因為故事它自己是會 在腦袋裡面 萌芽的 嗯 即是它會自己生長的故事 即是等於說 你的腦子 自己形成了一個角色之後 那個角色 它自己是 會自己思考的 即是總之 你的世界 有世界在那裡 那你就可以 慢慢地描繪它出來 是的 這樣它是會自己 精神出來 然後你可以不斷地 在那裡 在那裡 記錄下 它自動精神出來的東西 嗯 其實是否寫完之後 要再改 那樣 你想 你想好 就要改 但是偽康那些 那樣的 哈哈 不改 OK 那又拆開了 這不關事 沒錯 哈哈 那接著呢 然後呢 浪洪豐一點 即是它是七八十年代 第一代 在那裡不停地 講外星人的人 是 這樣就令到一般市民 經常在想 這個 究竟這個世界 是不是有外星人 這樣 即是至少變 那時候整個世界 都是在鼓吹這個風氣 在鼓吹 是有還是沒有 是 是 在說外星人這件事 那時候又開始 慢慢多人留意 即是偽康鼓吹出來 是的 或者是 你有看嗎 有啊 你看了多少本 一大半 其實一大半 一大半 幾二十本 是啊 我看了幾本 我不喜歡看小食 嗯 這樣 又拆開了 不關事 哈哈 但是那個年代 你知道 荷莉花其實是我的年代 OK 阿日呢 這些就不是 阿日是我出來工作 才出生 哈哈 那些這樣的年代 OK 這樣我們那個 那時候是勁老套 嗯 勁老套 就即是 還有 還有一些 老人家經常在講尊師重道 沒有啊 然後那些 那些 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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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蠶片呢 張英才那些 那些什麼 那些其實是六十年代 但是去到八十年代 還有的 都還在道德輪亡 然後如果真的有些 好像我們這樣的外星人 其實我都不是很肯定 我是不是很肯定我是外星人的 但我感覺是 就慘了 就是這個社會完全不能夠接受你 只是在小說裏面才出現 OK 然後在我籌備拆解王的時候 就是看到那個 剛才我剛才說的那個 擁有一個網站的那個女生 她就發了一個外星人心理測驗來 然後我就看到她自己就說九十幾分 然後就說完全不覺得意外 然後另一個人就說 我也有七十幾分 那個就是柔柔 是 那我已經馬上找了柔柔做主持 但其實原來我只有五十幾分 她剛才說你做完之後超過一百分 怎麼計算出來的呢 其實我只有五十幾分 那今天就看到 荷莉花她拿著那些資料 應該是跟那個心理測驗差不多一樣 那你說一下 我講一下 其實如果你是感到自己 自小是與眾不同的 有一種渴望想知道自己是來自哪一個世界 還有會覺得自己有一種很寂寞的感覺 我覺得自己應該融入不到這個社會 那你就會可能有機會是一個外星人 這個是第一 大家可以拿一些紙筆去記下自己 究竟哪一些是哪一些不是 那你第一條就是我這麼英俊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當然與眾不同 沒有理由是普普通通一個人 你那時候是否這樣去回答自己 不是 第二條 你自己會感到一種很疏離的感覺 不被理解 和和身邊的人類很格格不入呢 我這麼聰明 我這麼聰明 只要是拆解和字法 不代表這個節目的意見 第三條 你會比較喜歡看著天空的星星 有一種很莫名的親切感 覺得你的家應該是在那一邊 但又不記得在哪裏 那我就沒有 很慘 香港是不可能看到星星 真的不知道怎樣回答 月亮可以嗎 可以可以 但你不是來自月亮 是 真的很難看到 香港是一個 所以我就看 第四條 你有沒有經常想 究竟我是哪一個呢 以及不斷去尋求這個答案 想找出真相 究竟我是誰呢 你是誰呢 我是我 其實是 我覺得到某個年紀就會開始問自己 不過是早還是遲的問題 我第一次問我自己的時候 我問 為什麼我要做我呢 有沒有問過這些問題 我好像說過 是 我說過了 行了 不說了 你揭回到第三集 我和日童碧琦講的心男兒童那集 那十號好聽 因為有Isaac 哈哈哈哈 第幾條 第五條 然後 你有沒有強烈的正義感 強烈的正義感當然有 這些奮世窒族的東西 強烈的正義感 以前看鹹蛋超人 都不知道多正義 OK 還有你與生俱來 有沒有一套很內在的價值觀 去令到你看這個世界 譬如說你去評論 所有人所做的事情 其實你內心已經有個答案 不受任何種的答案 這個我有些事情想說 其實我覺得有一些 價值觀這件事 其實很多人一出生就有的 只不過是 他長大的時候 他的教育 或者環境 諸如此類會令到 那個價值觀改變了 只不過是 那些人長大了之後 他保留到多少 自己那套東西 可能有些人天生 那種價值觀 是比較強烈的 有些人是 沒那麼強烈 所以有個分別 但是你是新類型人 我覺得是這樣 可能有些人是 特別厲害的 所以他會 他一開始 就是長大了之後 看任何事 他都會有自己的一個觀點 自己一個世界的觀點 那就是這條子 有強弱的分別 沒有說沒有 對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是強弱的 是不是有些詞不達意 我小時候想法 那個價值觀 已經是跟 現在我說的系統思維差不多 不過是很不完善的意思 即是一出生就系統思維 一出生就系統思維 不過 花了很久的時間 才懂得說出來 歸納島 這樣 OK 下一條是 天生不在乎 物質和金錢 天生不在乎 但是後天在乎 這個是Isaac的情況 就是你現在都不在乎 普遍來說 普遍來說 我覺得真的分開兩類人 有一些是真的 會將優先次序放到很前 有些是相反 你天生是藝術家 有些是 我天生也是藝術家 後來取消了 因為什麼呢 然後開始鬥工 因為什麼而沒有你那種藝術家的特質呢 因為畫了 畫到沒有東西好畫 即是用光了 用光了 畫到不想再畫 不是很好 你起碼都畫了 即是完結了一個藝術的旅程 好的 接著第1條 常常不懂得去處理外界 對他們的侵犯 而且很難學懂去保護自己 常常不懂得處理外界 侵犯不懂得保護自己 那麽似廣告的 即是要說 例如你有強烈的正義感 你有時會強出頭 幫身邊的人 但是你得到的效果 就是相反的 可能會受到周圍的人攻擊 受到攻擊 接著又不懂得保護自己 那你要說什麼 相信個人 沒錯 要大聲叫救命 大聲叫不好 接著呢 接著就 很純真 還有理想主義 很純真和理想主義 是 這也是程度上的分別 沒錯 小時候過都說很有理想 大過就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很多 可能我那個年紀的人 很小時候都覺得 很多人都有這類的特質 其實 很強的特質 但是 一大過之後 就變了第二回事 嗯 接著呢 接著就是 感到有巨大壓迫性去履行你的使命 即是很有使命感 壓迫性 很壓迫地想要履行你的使命 我很不喜歡這個字 壓迫性這個字 即是很自由 你要很自由自在 自由地完成你的使命 就好了 這樣也好 其實我很有壓迫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要完成這個使命 即是出系統思維 是啊 那你完成了 你可以去的 當然不是啦 你要去推廣吧 是啊 你知道書一放下就不見了嗎 在香港這樣的地方 出英文版吧 英文版出都出不了 OK 繼續 你喜歡去幫人 你喜歡去幫人 這又是程度上的分別 嗯 其實剛才這個 跟剛才那個 不懂得保護自己 我覺得有一個原因是 太有同理心 我又想起 這個 天狼星那個 那個人 那些才叫太 我們不叫太 那些叫太 我們那些才叫比較有同情心 稍為有些同情心 你繼續吧 你會很愛惜生命 特別你會被周遭的小朋友 或者是動物吸引 如果他們受到傷害 你的心會覺得很悲傷 下一條 我小時候很喜歡蜘蛛 這麼奇怪 後來就喜歡蜥蜴 冷血的全部都 嗯 很想知道Isaac是什麼人 接著又 出體經驗 你有沒有呢 沒有 回答了 你呢 可能有 回答了 飛行夢 預知夢 白光冥想 有沒有呢 有個下 什麼叫白光冥想 其實什麼叫白光冥想 其實你可以 譬如說去到某個境界 好像我自己這樣 我會去到一個靈魂的境界 就看到很多靈魂是被困在一個空間裡面 他們自己其實是不知道自己死了 或者他們不懂得走 那我就會去一個空間跟他們的境界 嘩嘩嘩嘩 這些 總之就是白了 是啊 是啊 哈哈 就是到處都是白色的 嗯 嗯 這些東西 等一下再說一下 好啊好啊 接著 比正常的體溫低 應該是 嗯 你不用看就知道是 我是的 哈哈 而且覺得人類的行為 以及動機很令人廢解 以及我們的社會結構 以及他們所做的事情 都不合邏輯 有沒有這樣想過 嗯 有啊 你呢 那阿蛇寫到是董思維 那沒理由不好的 哈哈 即是他這樣 那我也有的 哈哈 哈哈 明明有些更好的方法 有時候 是啊 那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是啊 然後呢 接著 很容易明白周圍人的情感 以及都感受到他們的傷痛 情感明白傷痛就算了 哈哈 很抽獎的傷痛 你不能拿出來看 哈哈 你知道啦 我喜歡適應的 哈哈 接著呢 有沒有這個自動寫作的能力 自動寫作的能力 應該沒有 寫劇本算不算 你有自動畫畫的能力 自動畫畫 沒有自動寫作的能力 哈哈 自動 有些東西文字很難表達 是啊 我看他畫那些 還有 還有 剛剛之前看過那套戲 那個男主角畫的 一樣風格 哪個男主角 什麼 不知道什麼 別讓我走那套 哦 那我先去找一下 好 下一條 他們會是非常敏感 即是對電力 或者電磁場 會敏感的 或者他身邊走的時候 會影響身邊的電器 或者電磁場 我都算敏感的 應該是 嗯 我記得Isa分享過 以前是收不到收音機 他拿著就收到 只要這個physic 對 不是啊 這個你才是什麼 你是 這些radio的破壞王 哈哈 碰到電子東西都壞 哈哈 是啊 其實是小時候更厲害 小時候更厲害 小時候更厲害 不過最近越大越沒有 暫時就是這麼多 我是天氣先生 一翻風就知道 風濕吧 哈哈 一翻風就睡不著 嗯 OK 那剛才那套TOTAL有幾條 那裡都差不多20條 嗯 OK 那是怎樣計 即是說是就是一分 還是怎樣 沒有的 這個是純粹自己自我檢測 它是沒有一個分數 沒有分數的 OK 即是自己答自己是 有 沒有 OK 我記得我原本的心理企業 還有多了幾條 然後就 不知道是四分一條 還是五分一條 加上一百分 嗯 OK 這樣 你有多少分 大概 我大部份都中了 有哪些不中 有哪些不中 嗯 我對電力電磁場 又覺得不是很敏感 哦 即原來你在星球那裡 不是用電器的 哈哈 可能在沒有電的環境之下 可能是 很難的 你的星球是塑膠星 塑膠星 絕圓了 是 海賊王 但其他那些都 都差不多中 哦 嗯 總之我那些超能力 什麼望見星空 跟外星人交談 看見UFO那些 全部我都沒有 嗯 其他那些都有 即是到現在為止 你一直都未遇過這些情況 沒有啊 還是你自己見過 或者忘記了 就好像Man in Black 那個 哎呀 忘記了 哎呀 我發過一次魚之夢那麼大把 還有發過一次飛行夢那麼大把 那很重要啊 這個魚之夢 那你要分享一下 哈哈 搞錯 哈哈 一次而已 一次我發夢 看到老闆 不是 包租婆 叫我 來追數 叫我逼簽 哈哈 哈哈 然後真的逼簽 就是這樣 嗯 多重要啊 好重要 是啊 這樣跟著呢 哇 跟著剩下就 我們去講一下 究竟 SRT是什麼呢 還有 究竟 SRT 即是做了SRT之後 我和 荷莉獸 不是 荷莉花 看到些什麼神奇的東西呢 這樣 下節回來再拆解 好了 剛才呢就講起這個SRT SRT全名呢 就是 Spiritual Response Therapy 為什麼是Therapy 就是這個治療呢 就是說 他 自稱 想當年我不相信的人 就覺得是自稱 是 自稱就是他能夠 清除你那個 那個 類勢來的業障 業障就是那些 Karma 是的 就是執著的東西 嗯 實際上是怎麼做的呢 就是拿著一個靈擺 靈擺 那靈擺呢 就是一條繩 綁住一個水晶的東西 那樣的東西 這樣就在那裡 摁 那呢就 其實呢 你自己可以試一下 就是拿著一條繩 綁住一個東西 那個水晶是不關事的 哈哈 即是任何類似靈擺 或者尖型的東西都可以做的 總之它是摁得暢順就可以了 OK 即是不會因為那個 那個重 那個 即是平衡 那個形狀 是 還有你摁的時候 不會 一邊容易一些 另一邊難一些 嗯 總之是很暢順就可以了 OK 你可以 就是 用一隻手 拿著 然後 那個 那個 水晶 就向著另一隻手的掌心 然後 你首先 就說 麻煩給我一個 那樣 那個靈擺就會摁 即是你原本是完全靜止不動 嗯 然後後來 這樣 你以為 然後那個靈擺 整整整一下就會開始動 那你想著是的時候 那它就會擺著一個方向 例如 多數人是前後的 OK 然後 不是就變成左右 多數人是 不過可能有些人不是 可能有些人 可能是轉圈 如果你是前後的 通常轉圈是代表不知道的 反而轉圈是不知道的 因為 因為向前後和左右撈亂了 就是轉圈 OK OK 當然 可能有些人是左右 左右才是 是不奇怪的 是 然後 你就可以問任何問題 任何 是 當然你要有一個 概括的答案 即是 那些問題是要你自己知道的 是 不是 你不知道也可以 就是問有關自己的事 當然你知道那些就知道你準不準 OK 那你不知道那些就變成是預測 可不可以問人家 其實 那是你知不知道人家 OK 但是呢 是潛意識的 嗯 即是你的意識可能不知道 都可以問到的 嗯 即是其實這些是 讀你的潛意識 是的 OK 那其實呢 為什麼不關那個靈擺事 就是其實動的東西是你的手 是啊 是啊 因為如果你 將那一支東西 吊住在一個固定的物體上 它是怎樣都不會動的 嗯 我真的試過 OK 如果這樣都動 你真的超能力 哈哈 但是呢 當那些很 訓練到很純熟的人 他除了前後左右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一下一個半圓形 好像咪錶那樣的東西 嗯 就這個一邊是零一邊是一百 嗯 他可以拼到 拼方向 即是說 現在拼到那個方向是 前面向右邊的多少少少 這樣幾度 這樣 即是零至一百之間有毒素 這麼厲害 是啊 即是譬如說你有多厲害啊 這樣然後拼了方向 哇原來你70分這樣 嗯 即是問數據 是的 數據 於是呢 於是呢 執業的這個SRT那些人呢 他呢 就是不是 不只是問是否 他有很多張紙 每張紙呢 就是那些答案呢 排在一個圓形 或是半圓形 是 然後呢 那個零擺指去那個方向 就是答案來的 嗯 嗯 即是說 一次就可以 即是答案有成十幾二十個 這樣一測就測 哦原來這個答案 那這個 那這個 那我見到啊 阿Sherry 即是House of Light那個 即是執業的 執業的 要付錢的 是 那他呢 首先呢 有個封面 即是一個index 這樣就問你 那你想 你現在正在清除什麼問題呢 這樣 是他自己問的 你想清除什麼 這樣 即是那個人幫你問 是的 你有什麼卡碼 這樣 接著摸到 即是第一版 目錄 就摸到一個答案 接著原來這一版 即是關於這個方面的東西 接著呢 就揭去那個版 接著再問 那你在這一版 這個頁像裡面 是哪一個答案呢 這樣又揭 即是又出了一個答案 這樣 那你的頁像是什麼 哈哈哈哈 等一下再說 哈哈 OK 那接著呢 他就會再問 現在可不可以清除他的業障 這樣 即是你那個執念 是可不可以清晰到呢 這樣 接著呢 就會答是 可以或者不可以 接著呢 可以的話呢 他就說 現在這位事主 就想清除這個答案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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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你的反應當然就說 什麼事啊 發生什麼事啊 這樣就叫清了 你不要騙我 現在收這麼貴 接著呢 接著呢 對 接著就完了 不是 哈哈 那發覺 當他進入了一個狀態 就是問問問問之後 他是會自己 製造一些影像出來 即是 問那個人 即是負責拿零擺那個人 拿零擺那個人 有影像 他是會見到一些 vision 見到一些影像 原來你的前世 是一個這樣的人 是 他就做過些什麼什麼 是 有時就是出了一個數字 就說 其實你是 第2571世 這樣 是自己寫出來的 OK 那就是說呢 他當他進入狀態之後 就不用零擺就可以了 他可以知道很多 比較確切的資料 嗯 嗯 是嗎 是啊 沒錯 是啊 然後呢 他們那個 SRT 當然 為何會問到呢 其實是那個人 他的敏感程度 是訓練到非常敏感 OK 那 有一次我們請了周博文 來講這個 電磁棒 沒錯 其實電磁棒的東西 就是一支棒 總之 他在手上 是可以很自由地轉圈的 那 其實呢 那個就是 轉的方向 是因為你的手 那個肌肉 令到他 撞在一邊 是 就是 那個手 他自己會傾斜到 那支棒 指去一個方向 嗯 然後呢 後來他就是說 其實這個電磁棒 有很多種款式 是可以的 有一種呢 就是 用兩條膠 這樣 就綁住 一粒的 然後呢 你就會很 很有技巧地 這樣 撞住這條膠 然後呢 如果問到這條問題 說是啦 這樣他就會 突然間 摔上來的 那譬如說 這個地面 那個目標 在我前面的幾多米 由0至100 然後是10 20 30 然後是這個答案 就突然間 發上來 是 又或者去到 這個油田 在這個地底 幾多米 這樣 100 200 300 這樣 這樣我想 其實 一樣 完全是一樣 同一件事 嗯 就是 都是 將自己的感情 去讀別人的那些 是啦 那他在讀什麼呢 就是讀一些 深層潛意識的東西 可以這樣說 那接著呢 所謂 清除 清除潛意識 就是 等於說 你已經 跟你的深層潛意識 博通了 那接著呢 你就跟他講數了 對 跟這個 給錢的人 那個深層潛意識 說 你可不可以 不再 拿著 這個執念 這樣 跟著說 可以 這樣 那就已經 沒有了 其實執念 這件事 只有一個念 是 就是 想著 說我要報仇 你可不可以 不報仇 可以這樣 那你從此 就不報仇了 就是這樣 簡單 所以呢 就 就是 經過一個過程 就是 我不 就是 你可以 你不相信那些 其實是自我催眠 安慰劑 但是 當日呢 我去問完之後 是否每一次都解決到呢 蛤 你不如說 究竟有沒有效 OK 我問完之後 出到來 覺得整個人 好像輕鬆了 走路都飄下飄下這樣 好像有些東西真的沒有了 這樣 這樣 你呢 都很開心的 做完之後 因為 他 他給了我的答案 就是跟我夢境 或者出體所見的東西一樣 就是 他無緣無故說到一些東西 是 好像你想過 這樣 是啊 變了又對應回 就是我的問題所在 他完全是答到的 變了我就覺得 咦 真的好準 還有 他也測到 我現在在煩什麼 哈哈 他知道我在找什麼 好像給了我一個方向 是 那其實呢 我是 他一直說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著 以他對我的認識 他能不能夠知道那些東西呢 這樣 然後越說就越發覺 是 說到有些時候 是沒有理由你會知道的 但是你說了 就是 首先就是 我開頭 開頭當然是要表明來耳 當然 這樣 說完之後 就再想一下 他會不會從我說的東西裡面 就是好像那些 好像那些 懶讀實 是啊 算命那些人 眉頭眼睛 這樣推測到 嗯 又或者說一些 什麼都可以的答案 是啊 但是呢 說一下說一下 你就知道不是的 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他後來 檢查到 你怎樣保養自己呢 他是出了兩個答案 第一就是吃多些菜 還有喝多些 不是 吸多些空氣 這樣 然後我當時的反應就是 什麼事 這樣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我平日 雖然說下午那一餐是吃素 然後我打算吃素就可以了 這樣 但是我想起 其實我平日是吃番薯而已 很方便 很方便 繼續 我是很久 已經沒有吃過那些綠色的食物 這樣 哎呀 糟糕了 然後呢 後來他說 休息多一點氣 那又什麼事啊 現在我不休息嗎 真的不夠好嗎 還是用錯方法 即是是不是那間屋 焗 但我已經常常去街 還是空氣污濁呢 要去郊外呢 原來不是 是我最近 因為這個姿勢不正確 這樣 那些肋骨 是踏了下來的 很多人 打電腦打久都會這樣 是 那你發現 當你深呼吸的人 去到有些位 你的肺不能夠完全擴展到 嗯 我最近真的是這樣 是不夠透氣 那你怎麼解決呢 接著就是要去做一些儒家 那些拉筋 拋回屬骨上去 是啊 那就是說 沒有理由 他看到我會知道這件事 但他講中了 這樣 然後呢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在他那個SRT那套東西裡面 它是有三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世的 啊 那呢 Yoroko那本Archetype of Soul 就說是一千多世的 嗯 那我問 咦 為什麼有出入這樣呢 那其實就是我覺得 Archetype of Soul 應該是歸納了這個 某一個Soul Family的經驗 嗯 但是那個Soul Family是由這個 大洪水之後算起的 嗯 OK 就是在公元前一萬年到現在呢 一個一萬松的年 你就應該 就只是投胎到一千多世 嗯 即是一百年一世 即使你很頻密 哈哈 即是出生死了嗎 哈哈 是不是一百 一百世了 是嗎 一百成一百一萬 對 差不多 是Archetype of Soul 應該是百幾世 百幾世 那三十六萬世 相差很遠 這個數 是啊 但是呢 有些人是由 亞特蘭提斯那裡來的 嗯 那裡多了五萬年 即是再遠古一點 是的 如果你是由 Nemoria那裡 已經是地球人 又多了 再多五萬年 OK 然後如果你是原始人 那裡已經是地球人 又再多了十萬年 加加賣賣就可以很多世 這樣就是幾百世 都是 那唯有 即是最後一個結論就是 我們全部都是外星人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一定是由第二個星球來的 差在有多久 OK 那你來了多久 然後呢 他就說 其實我呢 只有1%是地球人 嗯 那但是呢 我已經是 最後一世了 嗯 即是三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 嗯 不知道有沒有下一世了 嗯 即是作為一個有肉體的B型 你可以安心地去的 哈哈哈哈 下次也要說回同樣 同樣一句說話 上一次又說一樣 哈哈 那呢 就 1%這樣 即是說 我來到至少幾千年了 嗯 雖然 已經在地球來說已經很熟悉 但是不知為什麼我還是沒有習慣 嗯 嘩 整萬年都不習慣 哈哈哈哈 這樣 那接著呢 荷莉花呢 他原來只是做了兩世人 嗯 第二世而已 是啊 他說你是第二世嘛 是啊 之前已經不在地球了 這樣 那他還說過些什麼 嗯 他講過 其實我也是一個old show來的 那我已經是做了二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一世的 即是去了三分二以上 是的 那其實我下一世呢 可以選擇不做人的 那為什麼我來這個世界呢 因為我前一世和今世呢 都是來到地球去幫助人類 嗯 嗯 還有他也講到我那個靈魂的角色是做了什麼 是 我本身其實是要做一些靈媒的工作 是要幫助一些被困在一個空間裡的靈體呢 要離開帶他們去光的境界 嗯 嗯 但是 即是超賭 可以這樣講的 那於是呢 你就 什麼啦 經常都發夢見到那些正常人不會見到的東西 是啊 是啊 初初很害怕 就是不知為什麼很多靈界居民會跟著我 但是他就不是恐怖的 因為Shirley也講得很對 他說我負責超渡的那些不是屬於Dark side的靈魂 嗯 他們只不過是困在一個空間裡 不懂得走 即是意外死亡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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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前又見到一個人 即是剛剛認識 應該說很久以前認識 但現在又撞回 嗯 然後他告訴我 他突然之間有一天 用肉眼看到Aura OK 即是忽然間見到他到處彩色 嗯 甚至連這個空氣的流動都看到 好厲害 即是忽然有一天就見到 是啊 是啊 沒有完全的先兆 是啊 他之前是完全 不是見到 嗯 但是他小時候已經覺得自己有點怪怪的了 OK 不過他又以為這樣是正常的 哈哈哈哈 是 然後我又認識另外一個人 又是 他可以用肉眼看到Aura 嗯 然後他就說 有一次在半夢半醒的時候 突然之間出體 出體就好像原本坐在那裡睡 即是坐在那裡睡了 突然間合起來 可能就去到一個好像星球大戰 裡面這個銀河聯邦開會的地方 哈哈哈哈 即是一個立體的會議廳 是 然後呢 就有很多外星人在那裡坐在那裡 然後就說 咦? 你在那裡做什麼 喂 沒到時間了 喂 不過不要緊要去坐下 然後他就真的坐下了 然後他又振回後之後 咦? 應該又回到地球了 這樣 然後我就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如果你是很新來的那些 通常不太習慣做人 你是會有很大的機會 會看到一些出體 發夢 還有一些特異功能 咦? 又真的 因為我做了兩世人 哈哈哈哈 那接著呢 如果來一來的那些 好像我那些 就已經忘記了 還有啊 我不記得之餘 還沒有興趣學 哈哈 咦? 那有沒有說 你是來自 即是有沒有投胎去不同的星球 他說我1%是地球人 然後72%是七姊妹星人 嗯 11%是天狼星人 嗯 那即是外星人 那 所以呢 可能那個答案就是 以前一出生就有了 嗯 練來做什麼? 然後將來 將來都沒有了 那又練來做什麼? 哈哈 即是你去了之後就 將來應該會不會是去到另外一個次元 或者層次元 將來就已經全部都已經是這樣的了 哈哈 哈哈 你已經是最後一輩子了 所以你經常說不要管啊 不要管啊 這些粗重的事被人做 哈哈 這樣 那接著 還有什麼 是你去到之後突然間很驚訝 知道了 嗯 知道 其實也很多 譬如說 我在夢中看到的東西 其實它跟我說是來自另一個次元 它不會覺得奇怪的 因為如果普通人來說 會覺得我神經病 哦 哦 還有我又看到很多是UFO 那些我都會見過 有試過去 即是自己在飛船上高 就跟朋友一起 周遊列國去不同的星系體驗 哦 哦 Carson也試過一次 嗯 他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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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好像一齊去 好像一個Field Trip那樣 一齊去學 因為其實圍著在這裏 討論一些東西 我覺得自己是在回銀河 哈哈 但是看出去 那個銀河是很漂亮的 因為我一次又試過 突然之間出體 很快去到一個空間 就是一個宇宙空間 看著身邊全部 都是很漂亮的那些星群 然後就有一個很快 好像時間已經是不存在 是一瞬間 給了很多影像給我看 應該說這個宇宙如何去形成和演變 接著又告訴我 為什麼我來這個地球是有什麼做 但是到我醒了之後 完全斷片 就是記得一個很漂亮的宇宙 和自己好像有些事情做 哦 那好像Edwater那集 Edwater 說他死過四次 哦 他說看到這個宇宙初開 是好像一個啞鈴那樣 有兩邊都是一個螺旋 中間有一條這樣貼著 嗯 這樣 這樣可能對於這個靈體來說 沒有時間 所有事情都是一瞬間就發生了 嗯 沒錯 時間不存在的 哈哈哈哈 所以將來我都是這樣 這樣 那跟著呢 我又忽然間發覺 哦 原來 這樣就叫Old Soul 真是慘了 為什麼 總之我小時候就已經覺得 哇 這裡很落後啊 嗯 嗯 好不好 那些東西 哈哈哈哈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野蠻的 還要用這些制度 嗯 那原來我以前就是七姊妹星人 難怪啦 咦 鄉你來喔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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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做了二十幾萬世七姊妹星人 哈哈哈哈 是一個非常之不能忘懷的 這樣 那跟著呢 那跟著呢 跟著還有Old Soul的特點就是 每一種都覺得 哎 又是這樣 差不多都是那些東西而已 不又是那些東西 一般都是那些 哈哈哈哈 標準答案 哈哈哈哈 即是這個禮湯那些 是啊 A餐 那你以前做阿Sir 很麻煩 是啊 那些人問你為什麼會這樣 不又是這樣 哈哈哈哈 那些東西 都是那些東西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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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著呢 後來呢 又發覺很多人認識SRT 包括Cutson 還有Cutson的朋友 跟著我 昨天無緣無故去了一個 不知什麼機構那裡 那兩個人 我又認識啦 哈哈哈哈 那跟著呢 就檢查到 原來Cutson和我 是同一個Soul Family的 咦 咦 然後我問他是不是這樣 他就說 是啦 小時候就覺得 唉 都是那些東西啦 哈哈哈哈 哈哈 為什麼那些人 這麼麻煩的呀 不用這樣 可以直接一點 這樣 沒錯 那這些就是歐洲了 哈哈 因為在那個境界裡面 我覺得是用一個 那個心靈感應呢 已經可以溝通到 不需要用言語去表達 譬如你跟那個人聊天 他是即時可以給一個反應 告訴你 他心裡想 比跟人類溝通 是簡單很多 人類是真的很複雜 是嗎 是嗎 很間接 嗯 但是我沒有什麼那些 我已經完全忘記了 但是阿日好像你說是 是嗎 是嗎 你小時候是覺得應該不用說話 是啊 不是 我覺得說話是一個很麻煩的 很麻煩 是偽裝來的 你可以說謊 是啊 是啊 就是我直接跟你說 我可以包裝 或者誤道理去 去 去 即是你要信任某些東西 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 嗯 我只是覺得 看著人的那些言行舉止 會知道他究竟做什麼 但是沒有心靈感應那些東西 嗯 所以小時候就已經開始研究這個性格 嗯 雖然那天不太知道什麼性格 所以馬上寫了一本書 第一本書就馬上寫了出來 但是大家不用去找了 因為已經煮了板 哈哈 哈哈 聽回第四集 哈哈 哈哈 那接著呢 我小時候覺得奇怪的那些東西 就是 嗯 小學我已經在看中學的書 嗯 雖然不是經常看 嗯 但是我們一揭開就覺得 看過了 嗯 第一次看 是 即是我第一次 最先第一次就是 一個六歲 剛剛小學一年級 放暑假的時候 嗯 然後我媽就經常認著我是 這個超能兒童 哈哈 然後想證實一下他是不是超能兒童 然後就給本霍金的書來看 那不是 他拿了旁邊 不知哪個數學奧林匹克那些書給我看 OK 然後一揭到他有一版 不是 他揭定給我 這版 這樣 然後我看 鹹素這樣 其實小學一年級懂鹹素這字很奇怪 哈哈 但是那時候我應該是已經看報紙了 嗯 最糟糕就是沒有人 沒有人去說 咦 為什麼這個小學一年級去看報紙 這樣 沒有人講這些東西 有都不告訴別人 然後我一看 鹹素嘛 Fx等於x加3 然後代3下去 F3等於2乘3加3 這樣 你小學了 108的小學 是 是自己一看 看完就認識了 成數喔 不是 是不是你上一輩子已經學了呢 所以你有這個記憶 是功能 OK 我是完全明白了什麼叫功能 然後呢 正常人是 Form4那時候 Form4 Max 教授要講了兩堂的人都不明白 嗯 然後媽媽說 哦 原來你也不笨的 這樣 他只給了一個這樣的評論 哈哈 哦 不笨的 然後我揭在後面那裡 看到說 什麼Square Root 不知道什麼 X 什麼乘以什麼 什麼X 然後再除什麼 化簡 這樣 哇 很深喔 你不是叫我做 然後 哦 原來我也不是神童 這樣 馬上就已經謙虛了 哈哈 然後媽媽又給你第二個評價 然後媽媽 你也挺笨的 哈哈 普通人來的 你不要以為你很聰明 哈哈 然後呢 又試過 不知道小學四年級 1995年級 就拿了一本這個 簡易版這個 這個相對論 這樣 然後我又打開 看到這個 這個 340 340 就S等於 Ut加二分 80Square 我一看就知道他做什麼 即是 越跌越快 我知道 Square 越跌越快 這樣 這樣 然後再看下去 然後我每天都叫他回家 這樣 所以一直 這輩子都不知道 我究竟看不看得懂 這個 相對論 十歲的時候 這樣 這樣 然後我又試過 看這個 Periodic Table 一看就 小學 一看就 哦!Periodic Table 我知道 好厲害 你是否因為前世的記憶呢 真的 不是啊 我媽媽說 我媽媽說 我出生的時候 就拿了他的學識 嗯 當時我是不 什麼呀 哪有拿 哪有拿 然後 原來真的有下載 哈哈哈哈 這樣看你 你媽媽也不是正常人 哈哈 我媽媽她 我媽當時 在她的時代 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但是都 未超出這個不正常 嗯 嗯 接著呢 去到中學 我已經發覺 咦?其實 OLED 其實我可以做阿sir OLED都已經讀完 那做什麼 接著開始看 記得中一的人 中國九流十家 遇到密法明路集 哦!原來有這個名單 我就照著這個名單去看 接著看 咦?我看過了 為什麼我會覺得我看過呢 咦?這樣 接著我已經 我就是從那天開始 我覺得我很不正常 你真的下載了很多資料 是啊 接著呢 就輾轉 輾轉用這個SRT 檢查 接著呢 其實我在六歲的時候 我已經是 除了人面以外 所有東西我都畫到 即是好像素描那些 已經畫到可以去考回考的程度 人面以外 即是靜物寫生 好的 即是畫物件 對 什麼都沒有難度 但是人面呢 就要去到十五歲才可以畫到 即是你的前半身其實很藝術 是啊 接著呢 我又在想 為什麼我好像 神祖已經認識的呢 接著呢 我用SRT檢查 基本上呢 我是做過這個西洋哲學家 中國哲學家 這個文藝復興時代的畫家 接著呢 就做過這個 編劇 還有做過皇帝 做過一次皇帝 你有沒有講哪個朝代啊 很難檢查啊 朝代這件事 要拿個朝代表去拼 這樣 當時我是問 我有沒有做過沙士比喇 接著呢 接著問了三次 都說是呀 你是沙士比喇 本人 我就變成了比喇 當然這個我不知道是堅定流 總之 總之又是寫劇本那件事 中學已經開始覺得 咦 我應該要寫劇本 即於新俱來 有一個這樣的目的 但是去到做教書的人 寫了幾年才練成了 這個真正寫劇本的本事 從此就不再畫畫了 這樣 好了 這節又差不多了 剛才說起那些 前世做過什麼呢 其實這個引申出來 那個道理就是 其實是沒有天才這件事的 為什麼呢 天才只是代表你 前世已經練習了幾百年 現在就收割了 哦 即是看你用到多少 是的 就是說你小時候 為什麼你小時候就認識那些東西 因為你前世已經去到很厲害了 再前世也在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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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現在一起跑就已經贏了人 嗯 然後呢 還有就是 這個 這個幾樣天才 就是代表你應該是大結局 哈哈 即是越聰明的人就越快會 哈哈 大結局 哈哈 其實這個所謂的靈魂投胎 不是一條線過 即是你不只是練一件事 有時你是同時練幾件事 車輪這樣練 嗯 然後到大結局那天全部拿出來 那你就變成多重天才 當然拖從天才 當然拖從天才 就是因為 遇到你這輩子 就是要完成一些使命 這樣 所以就在系統思維了 哈哈 OK 即是留下你 你的又好走 你是時候的了 哈哈 哈哈 是的 其實有時是 我都覺得挺慘的 即是有很多時候 都是自己給自己很多壓力 嗯 因為我是 由某一年開始 是 年年都在計時 好像一定要在某個年份之前 完成到某些事情 嗯 然後又說 你不可以不做的 你不做就沒有人做的了 然後我想死都不死得 有沒有搞錯 哈哈 哈哈 這樣 好了 接著呢 就 現在才叫氣玉 剛才在那邊拖 剛才那兩節就 其實不用聽了 哈哈 聽這一節就行了 好了 當日我和荷莉花 喝茶的時候 在荷莉花講的夢 越講就越神 越講我就越想 開閘給她講 嗯 哈哈 我記得你有一次 就發夢見到一個 白色 白色那個東西是怎樣的呢 其實呢 我講講我出體的感覺和經驗 是 其實呢 每次我出體 是會看到自己的靈魂 是離開身體 然後很快很短 一瞬間就穿過去另外一個空間 那麽剛才你說 那麽剛才你說的 白色光那個境界呢 就是我在飄浮 我在上空看下去 那裏其實呢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 靈魂 投胎的那個 中轉站來的 譬如你 有很多人會去投胎的嘛 它應該有個地方 去集合一班人 去特定某個地方 那我見到呢 就看去 為什麽這麽奇怪呢 會有很多 好像交通工具 類似是 好像巴士 其實它又不是巴士 是一些交通工具 是一排一排一排 一排排列好 接著我飛下去看 究竟是什麽事呢 接著就見到 有很多 半透明的靈魂 在排隊 去著 上不同的站 上車 接著我又八卦 去哪裏又想去看看 接著就被人捉回頭 你未到時候 你還有很多 要做的 你不能走的 那被人捉回頭 是真的有人去捉你 還是 是有一個人的 是有一個力 去扯回我 你是不能上車的 接著呢 又很好奇地問我 咦 其實 我自己可不可以選擇 去哪裏投胎的 他說其實是可以的 他說本身呢 每個人都有去過 人生男徒 他其實一生呢 是靠他自己去編寫出來 因為他知道 跟著他這輩子呢 有些什麽課題要去學習的 嗯 所以呢 其實在人生裏面呢 所遇到的一些困難呢 根本上是你自己在那裏 編寫下去 去給一些難關 去考驗自己 好似你打遊戲 一關一關 那樣過 因為人生如果是太過平穩呢 你根本是完全會體驗不到 也都學不到 嗯 即是耕田那些 哈哈哈哈 然後我想再問他多些 你走吧 這裡你不要再留下了 然後有個力 去把我的靈魂呢 向後有個力 去拉斜我回去 然後就回到自己的區塊裏面 那個鐵道員 哈哈哈哈 鐵道員是否有個表 哈哈哈哈 他是手上好像有一部 很微型的小電腦 他其實知道 每一個靈魂 好像編排了 去哪裏 即是iPod 很神奇 他又不像iPod 但類似這些東西 很科幻的 是我想像以外的 但我也很神奇 為什麽會有這些東西 因為不敢相信 即是高鐵站 高鐵站 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我當時的反應就是 哦 你是超導的 那個是你舊同事 哈哈 你拿著一個過期的這個 職員證 職員證 入了去 哈哈哈哈 然後你不是去游泳嗎 哎呀 很多很多 其中一個境界就是 我離開的身體之後 突然之間很快 又轉瞬間去了另一個黑暗的空間 旁邊就有一個 男性 他帶著我 其實可能是一個 我不是指導靈來的 他帶我去走那個 所謂的冥界 其實就和其他宗教所說的 又不一樣 之前那些其實我斷了片 不記得 我最記得就是 咦 為什麼 我就問他 我說其實那些人 燒那些紙紮用品 究竟是收不收到的呢 他說你想知道的問題 我帶你去看一下 我好奇 其實飄著他 自己感覺到也是靈魂 他看著整件事發生 然後就見到有輛車來 那個車 很奇怪 其實在他的空間 就變成一個實體 但他的模特兒 完全是像一個自責車 很奇怪 然後就 咦 然後就見到一個男人 下車 那個男人 其實他們說 他在他上一輩子 其實很有錢 不過他死了沒多久 下來 他準備去收他的 那些他家人燒給他的財產 然後他就會走去那間紙紮的屋 我看到那間很大的紙紮屋 為什麼要紙紮的 但是當那個男人 走過去一開那個門 整個紙紮屋變成一個 實在是一間屋 然後旁邊的人就跟我說 他說其實紙紮的用品 在做這個紙紮過程的工人 已經是有個意念販輸了 我現在這裡是一間紙紮屋 到他的家人 再燒紙紮品給他的話 大家是集合了一個共同的意念 在他來說 就會接收到變成他們的空間的實體 即是他想著是 空間是好像現在現世一樣 還是有什麼分別 其實是不同的 我覺得每個人 他有自己創造一個空間 一個實相 我去過不同的空間 其實都是不同的 其實都是不同的東西 因為每個人的 他所創造的空間都會不同 即是他那個環境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所以你看到的東西都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剛才那個高鐵站都是你創造出來的 但那次因為 為何我覺得不是一個夢 因為我真的看到自己 是靈魂離開的身體 去看著整件事情發生 其實那裡是有東西的 即是有靈魂在那裡 出出入入 但你就用一個意念去投射 變成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個樣子是你創造出來的 那紙紮泡那些是你家人灌輸給他 不是的 因為紙紮 其實我自己本身全家人都是信天主教 那根本完全沒有這個概念 究竟是什麼 只不過我是見到有這樣的事 又是旁邊有個人告訴我 原來這件事是真的 只不過是對他 應該說是意念創造他們的實相 那你信就有了 其實都很半信半言 我為什麼說這麼奇怪 我沒有什麼可能 我怎麼會收這些東西 好了 然後有一次 你說你小時候 看著天空突然暈了 是啊 其實有一次 我小時候很習慣 很喜歡看著天空 突然之間 有一道強光 好像進入了我的腦裏 然後覺得有很高頻 只進入了我的耳朵 就是V 類似是 怎麼說呢 即是拼機那些 很奇怪 我形容不了 好像有很多能量在頭裏轉 拼機那些聲 痛得很厲害 接著就會在椅子上一聲 往後搭 暈了 是眼前一白的 就昏迷了六個小時 但是那時候 自此以後 我就見到很多古典精怪的東西 那時候幾歲 那時候是幼稚園 即是一切的 一切事情的開始 一個開始 就是那一刻 就是下載 出生了 忘記下載了 現在要下載了 出生了 裝不了那麼多 什麼 出生了不了那麼多 戴過之後再裝多一點 不是 出生之後才拼機 哈哈 哈哈 接著有一次 你發夢見到一個梁亭 是啊 有一次很快地穿越了 另一個空間又看到一個梁亭 梁亭那裡 那個人很高的 是不是山來的 其實是一座山上高的 那梁亭旁邊 有一個很長的對聯 但是他寫的文字 不是中文 是一些不知什麼的文字 他完全不懂得看 又不明白他講什麼 然後在梁亭裏 我見到有四個白髮老人 在抓棋 奇怪了 走過去了 有什麼事 看著他抓棋 突然之間 我再留意 原來那四個白髮老人 其實是一個人的分身 四個都是一樣樣的 然後他就給了一些訊息 告訴我 其實你來到這一輩子 你是要做什麼 但是又忘記自己做什麼 所以有事斷面 真的可惜了 很正常 因為發夢講的東西 是一些structural的東西 就是系統的東西 系統思維的東西 就是你這樣這樣就這樣 當時發夢你明白 但是一睡醒就不明白 為什麼 因為那個表達形式 跟你睡醒之後 那個形式不同 這樣你就記不到 但是當時是好像 我明白了 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醒了之後 是完全空白 是啊 但是我周時都是 我周時都是記得我當時明白 只是記得明白那一刻的感覺 是啊 你多不多這些經驗 有沒有遲過 周時 隔幾天就有一劑是這樣 但我以為是正常的 你有沒有 不是一時少 不是多 但是 那個意思就是 那件事就是這樣這樣產生的 總之你在那個狀態之下明白了 但你一回到現在這個狀態之下 你就會 只是拿到某一個情況的某一些東西 嗯 是的 我是有一個意識就是 他想告訴你 那件事是這樣這樣產生 所以就會這樣 嗯 你的系統思維 是不是下載了 哈哈哈哈 是啊 有一次你睡夢見到耶穌 是啊 其實那段時間 我是人生的低潮 那天幾歲 那時候 很大 不是 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 我遇到一些很不開心的事 那一晚其實我是有些感冒的 那我就不知道 就吃了一些其他藥下去 就睡了覺 那突然之間 因為可能 我吃的那些藥是有負重 令到我的心臟跳得很快 突然有一種 哎呀我就是死 我死了 是 心臟好像停了那樣 就是停了 好像停了那一剎 就入到那個意識 就是 見到自己在一個懸崖上高 那接著就聽到 有一把很溫柔的女生聲 我不知道是 當然是天使 還是指導靈 他一直鼓勵我 你踏出的懸崖 我說 沒有可能 懸崖 你怎麼踏出去 他說不怕的 你走下去 其實 在我踏出的第一步 就看到 其實我底下 因為懸崖都是海 在一個海裡 他會做了一把梯 讓我去走下去 那個梯其實是海水造成的 那我就一路一路飄下去 但飄下去 周圍的空間都很黑 突然之間見到光 很開心 立即飄得很快 穿越光的空間 一到那個空間 突然之間 我覺得後面的東西 完全所有東西都沒有了 因為在我的靈魂層面來說 我所看的東西 是全方位的視力 不需要去轉變 完全知道發生什麼事 聽覺 視覺都很靈敏 完全用心靈去感受到那個環境 然後我來遠遠 就看到有個發光的人在我前面 誰來呢 又看不到 很快去飄過去 他就伸開雙手 好像很歡迎我 因為我說是誰來的 然後很快去撲過去 可能我自己有個宗教信仰 我覺得他是耶穌 但是那剎藍尖 我覺得是一個高靈 他全身是有些白光去包著自己 充滿了愛的能量 我只是抱著他 將我這麼多年的抑鬱 完全一次過發光出來 在心靈沉演 完全好像是被治療 然後我再看周圍的環境 其實是藍天白雲 有很翠綠色的草地 有很多很靚的花 有小鳥聲 是靚得 其實那個環境是地球 但是沒有地球 即是不同地球的感覺 地球沒有那個這麼靚的環境 是很難用筆密去形容 然後他就會帶我去走一個山 他說其實你還有很多 mission 要做的 但是你未完成 你不可以離開這裏 然後他就跟我說一句 我會陪著你走這條路的 你與我同在 我多害怕 我是誰來的 我說為什麼這麼熟 然後就 其實那個夢 我哭得很緊要 不是傷心 而是喜悅 我覺得為什麼會在這個境界 我看到高靈 而得到他的安慰 原來人生其實可以很美麗 看看你怎樣去看這件事 然後有一個力 就是由時再把我拉斜回去 離開這個境界 然後我就醒了 嗯 哦 哦 你已經向這個神 什麼呢 懺悔了 快念十次玫瑰經 哈哈哈哈 神已經 這個 寬恕了你 哈哈哈哈 快念十次玫瑰經 哈哈哈哈 其實是 你看不到的樣子 但是我已經是很模糊的了 它不是一個實體來的 應該說 嗯 但是它周圍都是包著很美很美的白光 你的夢和一般的夢有 是認得出來有分別 認得出來一般的夢呢 因為其實那次我是離體去看 其實之前我跟你說 這些全部都是靈魂離體見的東西 就不同 真的睡了 知道自己睡了覺了 因為通常我自己很沉睡 我就不會記一切我自己的夢 但是如果我很有意識 知道自己正在發夢 就會記得很清楚 因為通常我會令到自己去醒的 在夢裏面 我會留意自己正在發夢 我要留意身邊所有的東西 就會記得 即是那個清晰度是非常清晰的 很清晰 平日的夢是很蒙的 很模糊 而且覺得很貼近現實 我覺得是一個 可能情緒一個發洩 一個比較舒緩的空間 是完全知道 而且那個環境實在太實在 印象太深刻 沒有可能是假的 因為完全感覺到周圍 譬如有風聲 有花香 有序仔聲 很真實的 同時發夢 就好像很模模糊糊糊的境界 為何我沒有 我來了兩世而已 你也最後一世 我初來的時候 可能都是這樣 現在就沒有了 算了 加油 你 不要那麼傷心 然後你有沒有發夢見過這個世界末日 是啊 其實我 很小時候已經有不同的余智夢 我一向想 會不會是發夢 沒有理由 我明明是 好像覺得自己的靈魂 是飄出去 看著整件事的發生 其實那個環境 我完全沒有恐懼 你說如果是因為發夢 可能我自己是受到外界的壓力 而發這些我沒有得說 但當時我小時候 已經見到這樣的明鏡 我覺得又不會是壓力 因為又是很實在 我只不過是離遠去飄 飄浮的狀態去看著整件事發生 就完全不覺得它是一個夢 但那裡不是地球來的 或者不是現在 我都希望可能是平衡宇宙 我不敢說 但就很真實 所以其實不斷我都會問朋友 你有沒有發過余智夢 有沒有一些關於災難的夢境 去問人 我其實都搜集了一些朋友的資料 你想不想說 可以貼貼的 是嗎 不用說 都可以的 就是這個 你發夢看到海嘯 現在久不久有一個人又說 我又發夢見到 就是越來越多了 是呀 其實我見的不只是海嘯 因為包括我弟弟都會有這些夢境 他見的就是龍捲風和火 我見的就是海嘯和火 有些朋友就是見海嘯 有些也都見龍捲風 剛剛有個朋友給的資料 就是他幾日前告訴我 我幾日前夢見 就是香港發生有龍捲風 他還告訴我 他是在質如沖的方向看出去 但是我弟弟看那個 不是質如沖方向 而是觀塘那邊 觀塘那邊 觀塘那邊方向 另外一個就是尖東 尖沙咀那邊 大概就是近黃昏的時分 當時天色很黑掛著大風 而且覺得是黑色暴雨 比黑色暴雨更加厲害 他沒見過這麼偉大的場面 其實就是 很難想像香港會有龍捲風 但是剛剛好像是昨天 昨天在國內 都是發生過龍捲風 我弟弟看到的情景 就覺得很像 根本很像他夢裡所見到的東西 那我就回應 龍捲風中會有 但是破壞力都幾大 是 因為現在的天氣反常 但是你好像見過那些很激烈的場面 不過雖然那個應該不是地球 我也希望不是地球 那是說一團火海 是呀 就完結了 是望到整個城市都陷入火海 在天氣上有很多像隕石一樣跌下來的 那個場面都幾震撼 我覺得 起碼是平衡宇宙的 要播歌才可以 哈哈哈哈 才可以感受到 好像看電影一樣 哈哈 因為我看到那些 譬如說海嘯那些 它浸的水位都幾高 有些朋友看到那些都是 那我就覺得 可能都是平衡宇宙發生的 我也不希望是真的 可能是 象徵性 嗯 因為 因為 有人說過這個海嘯是可以代表大爛臨頭的意思 但是可能是自己的東西 嗯 但是會不會 近著2012年期間 很多人都有共同的夢境 會不會有些玄機在裡面呢 金融海嘯 哈哈哈哈 大爛臨頭 哈哈哈哈 他的海嘯不是真的海嘯 是金融海嘯 是金融海嘯 有些錢在湧上 浸到六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猜好過癮嗎 哈哈哈哈 那你就要 那你就要 那你就要找一個 推車出來買一件包 哈哈 通帳 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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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說 我有幾百萬身家 幾百萬 哈哈 夠你買一條低褲 哈哈哈哈 哈哈 這樣 接著 還是你今早就夠的 哈哈哈哈 你明早就要雙倍的 不是啊 是由你走進去的 沒有人看著他 加價 哈哈 還在挑 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 那 就是這個 這樣的 海嘯夢 一直到現在 我都 不能夠可以 不能夠 證實到 它是有預知的作用 但又不能否認 所以就只有一個 之字 然後呢 如果你說 不是啊 可能有少少機會 然後少少機會 在這裏做事 就不做事 然後一中了就糟糕了 哈哈哈哈 然後少少機會 在這裏做事 就是你傻的 愚蠢 哈哈 然後又說 又是沒有 哈哈哈哈 這樣 那究竟 究竟你的 使命是什麽呢 這樣 是不知道的 哈哈哈哈 就是告訴別人 有海嘯 哈哈 不是的 其實 那次 做SRT 其實已經幫我 檢查到我的使命 我的使命 都是 做回我上一輩子的事 做千萬 但為何我今世 其實做很多事 會覺得很不順利 因為其實我不是做 我應該要做的事 哈哈 即是偏離這個行動 是完全偏離了 但是我又覺得 在這個偏離的期間 其實我都學了很多 以及體驗了很多 例如有很多不同的負面情緒 或者他不開心的遭遇 但是另外會更加去了解 何謂悲傷 何謂做人的苦 我相信是可以幫到更加多的人 嗯 即到了任務要執行的時候 時間還未到 都不是一獲死幾十萬 到時你就要超渡了 其實我幾天之前 也是出了題的 在那個期間 其實應該說是感受到 我自己的指導靈 他告訴我他是指導靈 他就告訴我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現在已經找到你自己是誰 但是你還未找回你的能力 我說那我怎樣做 然後他提了我 到時會有誰是誰 給你一個電話 你要找這個高人 你就可以開回你的鎖匙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誰是誰 所以現在都要慢慢等 那電話呢 不記得了 我又是斷片了 我是慣性斷片的 嗯 撥這個電話 哈哈 但是很實在的 因為其實他給一個 其實在腦裡 和我心靈感應告訴我 將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可能他提我 因為至於正常 我是不會理這些東西 但是他提了我 我會特別去留意 所以現在都是一直在找自己 那我一會兒給你電話看看 哈哈哈哈 其實也是 大家想想 為什麼大家要出生在這個時間呢 其實近這二三十年是很奇怪的 是的 是真的 是真的 人口又爆炸得這麼厲害 然後很多事情又很瞬間地發生了 甚至近一百年世界大戰也打了兩次 嗯 所以可能大家在這個時候 選擇在這一刻出生 可能有些事情是大家要做的 我不是在那裡等看電影 哈哈哈哈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這個時候 那麼多時間 為什麼你不會選擇出現 你這些時候選擇出現呢 而且我覺得很多人 一路一路會騷擾 知道自己是哪一個 如果他本身是有使命的 那我又不是這樣看的 是嗎 你怎麼看法呢 那你一路都是要投胎的 然後上一輩子就說 為什麼我要選這個世源 不是選那個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我五歲的人解破了這個問題 哈哈哈哈 你看到是太過巧合了 就是 尤其現在 就是這個世代 很多人是太過巧合 嗯 就是 例如UFO檔案 最近我們解封了很多 是的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呢 是陰謀 其實可以這樣說 很多這樣的演繹 那你有沒有見過UFO 我沒有親眼見過 但我小時候有見過 就是他小時候在我家樓下 哈哈哈哈 發夢 對 就是這樣 可能你真的飄了出去 對呀 我覺得那個質感是不同的 就是你做某些夢 和你真的自己做夢 是有些不同 但不知如何表達出來 嗯 好像完全斷了片 因為我其實也有過很多經驗 也是來看 然後用意識和意念 去跟UFO聯絡 突然之間 會在空間裡 會飛船 或者飛碟在自己面前出現 就上去 不知發生什麼事 然後又下來 完全斷了片 有時候會有些 很少的記憶 嗯 我記得有一個外星人 其實那個女生很漂亮 金頭髮 好像歐洲人一樣 她就覺得 會不會是七姊妹星人呢 她就帶我去 走那個飛碟裡面 去介紹那裡有些什麼 那些飛碟裡面 又不是說有很多按鈕 其實他們好像是用意識 去控制飛碟 嗯 非常有趣 即是另一個人不可以用 哈哈哈哈 像一個人站在那裡 其實那個環境挺好的 我覺得 因為我上去看過 人口不是很密集的 不會有像說 香港的高樓大廈 覺得很舒服 那些人很悠閒的 哦 這樣你的靈魂的進度很慢 哈哈哈哈 然後我又記得SRT 我問Sherry 究竟我是誰 這樣 一坐下來 第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我想知道我是誰 後來Sherry就說 哦 你這條問題問了幾萬次 哈哈哈哈 那答案是什麼 答案你知道 想問而已 那你是誰啊 我是教書的 都負責 哈哈哈哈 這個不是你使命嗎 嗯 是啊 我的過往八十幾個巴仙 都是教書的 真可憐 嗯 總之是教東西 嗯 然後我又說 為什麼別人那些 每個人都說 見過UFO 又出體 為什麼又沒有呢 哈哈 那我是不是有問題 哈哈哈哈 然後我又說 不是的 不是的 事必要認識那些東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同意的 哈哈哈哈 這樣我就 哦原來是這樣 然後你就很開心地跳舞 跳出門口 是啊 哈哈哈哈 然後有一次 無緣無故 就是 很 剛巧的 有人介紹給我 好像是Yorko 嗯 他說原來有一種算命 是叫做馬雅力的算命 嗯 好像聽你說過 你說多一點 是啊 馬雅力就是13個月 每個月20天 是 那他就是 他是算你的soul role 嗯 那就是260 260 260 260種人 就是一天一種人 嗯 那就 分了做20種 就 每一種就有 LV1 至LV13 嗯 嗯 然後我的soul role 就是這個 World Breacher 就是做這個 中間人 而那個Level 就是第13 嗯 就是 翌日可能 看到一些飛碟降落 這樣 我就是出來 代表人類講素 哈哈哈哈 就是這個 World Breacher 然後呢 我說給荷莉花看 是啊 然後他在我樓下 是啊 我Level12 哈哈 這樣也可以 還有他講 裡面有一句是 挺震撼 我說為什麼這麼準 他就說 叫我相信自己夢見的東西 因為這個是上天賜給我的能力 還有他說我是 呃 呃 外星人 投胎下來的 來到這個世界呢 是有個mission的 叫我好好的利用這個能力去幫人 那這個很震撼 只是完全對應上 Shirley講的東西啊 或者我自己有夢境的東西 有點害怕 原來自己 要做這麼多事情 哈哈 哦 為什麼我沒有這段 因為你告訴我 我會把連結放在那裡 不過我全部都是英文 如果不懂英文 就沒有人發了 嗯 那 時間又差不多了 本來想說Ricky 都忘記說算了 有空再說 哈哈 哈哈 搶著大家 我會追溯一下 哈哈 好 那今集時間就是這樣 好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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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